前面几集咱们讲完了五代十国中的五代 这一集咱们来讲一讲乱得连贵贱了都发愁的十国 先出场的都是大牛后出场的都是鬼剑丑 你还记得十国都有谁吗 咱们用谐音梗再来复习一遍 它们分别是 您 五月 初五 向前鼠 向后鼠 向南汉 向北汉 也难平 躺 跟五代相比 十国算是非主流国家 由于咖位不高 所以存在感相对较低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在五代的各个政权为争夺中原的控制权而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十国大多时候要么向五代俯首称臣 要么在扮演吃瓜群众的角色 免费吃瓜 看热闹不嫌事的 当然 十国中也有一些不怕死的国家 偶尔会去中原炸场子 但结局大多都很悲惨 一副汉大树 自寻死路 在十国中 属于一线国家的有两个 一个是吴 一个是南唐 其中啊 南唐是十国中实力最强 地盘最大的国家 南唐 南唐 十国最强 谁来惹我 让他灭亡 在十国中 属于二线国家的也有两个 一个是前鼠 一个是后鼠 前鼠和后鼠呢 还是十国中最有钱的国家 我们有钱 有闲 还有盐 至于敏 吴越 楚等国 只能算三线国家 平时也没啥存在感 大家有选择过 十国中有没有出现过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呢 只有一个 那就是差点愁到头突的南唐后主李玉 山外青山 楼外楼 别人快活 我犯愁 李玉虽然是一国之主 但他的治国水平却一塌糊涂 所以南唐才会在他手中灭亡 树叶有专攻 治国一脸蒙 李玉是一个失败的亡国之君 为啥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还有无数人为他点赞呢 那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级别的词人 并且人颂绰号 词地 如果你去读李玉在亡国之后所写的词 你会发现 基本上满篇都写着六个字 我很愁 伤不起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将春水 向东流 剑不断 厉害乱 是离愁 别是一番滋味 在心头 南唐是被宋朝灭掉的 南唐灭亡后 李玉被软禁在宋朝的都城开封 如果李玉能够像三国时期 刘备的儿子刘善一样乐不思蜀 说不定他还能善终 但可惜的是啊 他整天还不忘谢词怀念故国 无限江山 别时容易 见时难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 月明钟 故国梦重归 叫来双泪垂 作为阶下囚 李玉怀念故国的行为 无异于是在作死 据说 宋朝的皇帝就是因为李玉 总怀念故国 担心李玉想闲云翻身 便把李玉给堵死了 春风十里 不如杀你 在十国中只有少数国家 是由于彼此之间互相兼并而灭亡的 而大部分国家则是被宋朝给灭掉的 直到宋朝灭掉北汉 十国才彻底灭亡 这也意味着五代十国也彻底结束了 历史从此正式进入宋朝 然而 谁都没有想到 宋朝竟然是一个怪事连连的王朝 就在宋太祖赵匡应刚建立宋朝不久 国内便接二连三地发生怪事 比如 赵匡应为何要杯酒士兵权 赵匡应为何会死得不明不白 赵匡应明明有两个儿子 为何他弟弟赵光义却做了皇帝 此刻 你脑子里是不是有很多问号 别急 报效中国历史第四季 将为你揭晓所有谜底 历史知识点 虽然十个国家都被划分到十国中 但十个国家之间却有很大不同 比如 各国地盘的大小相差悬殊 各国出现的时间参差不齐 各国大boss的称呼不一 比如 有人称帝 有人称王 还有人称国主 虽然十国中各国远不如五代的各个政权拉风 但十国中各国的寿命 却普遍比五代的各个政权长